各位 政府說只是與商務部商討 引入競爭降低活牛價格 一些代理的安排是怎樣 我們怎樣去平衡其他有意加入市場的代理 質量技術水平等等 我相信要有時間去談 業界支持開放市場 但有商會說不會加入做代理 學民思潮遊行不滿 警方在六四集會結束後說他們非法集會 計劃向監警會投訴 大約五十個學民思潮成員 由修盾球場遊行到警察總部 警方回應說當日有團體未通知警方 就發起遊行所以發出警告 看看綠合彩 搞出號碼是1、3、4、26、34、37 特別號碼是14 這節新問題要報道完